是 我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打日本鬼子 是不是吴三宝的儿子 有那么重要吗 吴云 你别误会 我只是确认一下 你作战阴勇 枪法也好 所以我要求我们的战士 个个都要向你学习 我枪法好 是我爹打猎的时候 我跟他学的 要学 就向我爹学习吧 你爹本来就是英雄烈士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现在总部要求我们 选拔一批杰出的战士 我已经把你的名字 报上去了 我 不过 总部要求 必须是共产党员 吴云 我想介绍你入党 入党 我可以吗 如果你能证明 你确实是吴三宝的儿子 那就容易多了 哥哥 我去找她 你不要找她 你希望她 我去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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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她 我去找她 我去找她 醉花 醉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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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还没睡啊 你咋也没睡呢 这件事情 怎么了 我可能做错了 这不是 你劝我和月和结婚的吗 不是 我就是觉得 有点对不住嫂子 语歌我就直说了吧 今天我见着嫂子了 做梦了吧 我还见着她了呢 还叫我来着呢 语歌我没做梦 我真见着嫂子了 今天上午他们抓住一个人 我一看就是嫂子 什么 翠花没有死 你怎么不把她带下来 语歌我也想 可可我咋带呀 啥咋带呀 她是我媳妇啊 爹 爹 小王看到翠花了 翠花没死啊 她自己找到金龙山来的 现在 谁在 小王真跟语歌说呢 说是珊瑚巡逻的时候 看见的 被小王给拦下了 难怪喝喜酒的时候 说话呛人哪 怪不得语歌找他喝酒 人不在 他知道翠花没死 故意不说 这不孙今整我吗 哎呀 别别别别别瞎说了 小王他不是这种人 那语歌说 是小王劝他娶的我 哎呀 你该明白 这小王不是个孤儿吗 小时候是跟震宇一块长大的 啊 他在震宇心目中的地位啊 不比你低 你要是想和震宇处好处长 就得好好待小王 还有翠花 爹可是早就给你敲鞭鼓了啊 都得好好处 爹 哎呀 爹早就说了 爹要震宇这个女婿 可这事呢 有点复杂 月和呀 冷静点 毕竟啊 他已经娶了你了 只要你坦然面对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一定要坦然面对 越坦然越好 好 我陪你一起去 走啊 他在抗帘游击队 当时 我跟嫂子从暗道里跑出来 我跟嫂子说 去投奔草上飞 可是嫂子说 要想给雨哥报仇 就必须投奔抗帘 说只有抗帘才是真正抗日的 抗帘 雨哥 你想想啊 你说 这个田炳城这么抠的一个人 居然能出钱养活咱们 你说他图的是什么 嗯 我也在想啊 你说这金龙山 离联合镇说远不远 说近也不近呢 你说真的要养一支商会武装的话 怎么会把债营安在金龙山呢 这里面有七角 啥七角 我还没想出来 但是当时赵上飞的一番话 对我有启发 当时赵上飞说的那些 我也不是没想过 只是没有细想 你说我的命 也是捡回来的 要不是罗掌柜跟月和和他爹的话 我早就死了 我活着就是为了他日本人 所以 只要 只要能打黑龙会 管他谁出钱 行 我听雨哥的 还有啊 记着 以后见到翠花一定把他带上山来 哎 雨哥 你说 咱是不是应该去找找嫂子 现在你不是有了新的嫂子了吗 咱们怎么也得对新嫂子说得过去啊 好歹 她也是救过我的命不是吗 雨哥呢 可是我翠花嫂子也救过你的命 是啊 你说我这大老爷们 钱那么多人钱怎么还啊 爹 你看我没说错吧 翠花没死 她回来了 哎呀 你不要着急嘛 爹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 啊 你得有思想准备啊 嗯 嗯 爹 啊 张家东 爹 他在偷听 啊 单单是偷听道也罢了 约合呀 爹跟你说 朕宇那些事儿 虽然复杂 但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这个人 他不什么都听雨哥的吗 哎呀 那是表面上的 我感觉他怪怪的 要不我再把他红走吧 红走 谁 哎 哎 约合呀 赶紧回去睡觉 就当什么事儿都没看见 那这不是骗雨哥吗 这哪是骗哪 哎 闺女 有些话 有些事儿 不是什么人都能说的 啊 就包括父女两个人 不能说的就是不能说 哎 只要你做的事儿是为她好 不管你怎么做 都是可以原谅的吧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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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强啊 好 三尼 去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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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 我看你电话 来 四令 你们几个拿着墙出去耍 好好好 走 走 放了下试试去 三尼 四令 又怎么了 那个梅姑又来帖子了 梅姑 我这正想她呢 她就给我发帖子了 念念 说什么 约您柳树和土楼相聚 不会又是什么群英会吧 人上面可说了啊 约您一人前往 您问问 还香着呢 只要你帮我干活 我就是你的梅姑 怎么了 难道 你觉得我跟梅姑不像吗 还是我没有她漂亮 你说我要是和梅姑结为夫妻怎么样 那天下就是司令的天下了 梅姑说过 一床天下 一床天下 我要是和梅姑成了夫妻 这林河 不就成一张床了吗 不是还没懂 一张床 你要是能听明白 我就不叫你熊瞎子了 回铁子 柳树和土楼 不见不散 是 熊瞎子 嗯 你说这方振宇是美啊 有枪有钱 可是他没人哪 这梅姑要是再跟我好了 这金龙山你算不上什么 嗯 司令 我觉得这方振宇可是有点巴结咱们哪 他是不是想投奔您哪 您看那洛小望 很不得意 昨儿喝酒都没一起去 这方振宇和洛小望 相比起来我更看好洛小望 不过要是梅姑来了 本司令连洛小望都罢了 行了吧 小金刚就够您喝一壶的了 来 请看着 来 来 走开 来 走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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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来酒 好嘞 来 来 喝 来 喝 喝 喝 来 喝 喝 来 喝 来 你们试好喝好啊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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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别走啊 来 干 来 一杯 吃好喝好啊 高兴啊 支付了支那株 是主吗 在他们眼里 我们是王八犊子 狗崽子 日本鬼子 你在乎吗 不约在办公室 而是约在酒楼 原来是为了买醉 明日黄昏 草上飞和梅姑 在柳树河徒劳见面 我康天家族 沉睡的时间太久了 该苏醒了 是您松本君 恩人 恩人啊 你还懂得这么说就好 我谢谢你 来 苏美军 我敬你一杯 你喝醉了 康天君 带走 小二 来了来了 宋本局 多少钱 您给一个大洋就行 一个大洋 这 没多收呀 您看 这么多酒呢 这位先生喝酒 酒量还那么好 这里是满洲国 为什么不用满洲国的钱 这个 我们掌柜的 不让手 您这是 你们掌柜的姓罗吗 是 人呢 在上面包房忙着呢 叫他过来 掌柜的 您看 是松本先生吗 这松本先生第一次来店里 您也不招呼着点 松本先生 大驾光临 真是让小店蓬壁生辉啊 松本先生 幸会 幸会 你是罗掌柜 是 你认识我 当然认识 在临河镇 谁要是不认识松本先生 那还怎么做生意啊 这东府酒楼 就是松本先生照顾起来的 松本先生 来喝酒啊 一个大洋能喝多少 瞧您说的 您光临本店 那是我的荣幸啊 怎么能让您付钱呢 我请客 好好 我们是有些日子没见了 还是刚见过不久呢 不久之前刚见过 说不久吧 也有些日子了 在哪里 方家屯 方大少爷的婚礼上 罗掌柜也在 我是去送酒的 方大少爷在我店里 订了四坛酒 客人订酒 罗掌柜亲自送上门吗 一般的客人不送 方大少爷 那是我必须亲自要送的 为什么 像这样的大主顾 礼仪节一定要到位 这正北货债 一年要在我这儿 花掉上万块大洋呢 货债医嘱 那罗掌柜 是不是很遗憾呢 如果松本先生能来 那我就不遗憾了 好 罗掌柜不愧是走南闯北 说起话来 有张有迟 不慌不忙 面面俱到 佩服 佩服 哪里哪里 我们日本人 我们日本人喝酒不会让你吃亏 松门先生慢走啊 好戏才刚开始了 会长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侧营 对 罗天华是军统特工 这个人做事老练 不造作 不藏椰 做的事不让你找到漏洞 会长 康天军也试过他 没有可疑的地方 听康天军说 当他拔刀时 罗天华都吓得跪在了地上 完全不像个军人 把酒不离石 他是戴笠的手下 你去捋一捋零河镇的人 除了方振宇 就是这个能走南闯北 见过世面的人 到底是谁 把他抓起来 不 康天军究星以后 叫他紧紧盯死这个人 我要知道这个人的一举一动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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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的 我问你干嘛的 说 采药的 采药的 听他们说 他是从崖口爬到了半山腰 从半山腰呢 后来实在没辙了下了山 长官我觉得这个人 要是能够从崖口爬到半山腰伸手就算不错了 我觉得他不是一般人 咱们应该杀了他 吓着了 夫人 采药的也要杀呀 你知道他是真采药还是假采药啊 我们金龙山有规矩 凡事擅自闯入的 杀 那他不还没上山呢吗 好 去看看吧 如果真的是采药的 也得杀 虞哥 不能这样 要这样就真成土匪了 长官 这金龙山是有规矩的 咱们都是为了兄弟们的安全 在大事上可不能复人之箭 啥叫复人之箭哪 那万一真是个采药的 这不是滥杀无辜吗 我这和长官说事呢 我以为你是长官呢 岳和 去看看吧 你留在这待着 爹 爹 爹 什么事啊 小心别掉河里去 张家东要杀人 不会是杀你振宇哥吧 是一个上山采药的 走到半山腰 让珊瑚给逮住了 张家东要杀了他 采药的 会不会是个探子 去看看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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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是干什么的 他说他是采药的 大哥 这是草药吗 娘的 大哥问你话呢 我一看你就像个鬼子 大哥 一枪逼了他吧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说 我说 抗令游击队 什么 你是游击队的 你们到底是哪拨的 是 是草上飞 还是梅姑啊 是李传奎 我说你胆子够大的 这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过 对不起来兄弟 住手 把他关起来 这 关起来 好 四伯爷 您慢走 好 慢走 好 好 前进 走 姓罗的出来了吗 还没有 他姓冬很可疑 必须全天监视 有什么情况通知我 是 欢迎欢迎啊 好 回去吧 掌柜的慢走啊 掌柜的慢走啊 走 走啊 走啊 追 快 好 快点 来 去田府 别跟太极 别让他发现了 你慢走 好 卢掌柜 您来了 请 好 康区区 她进了田府 田饼成家 表定解了 是 卢掌柜 我们老爷正准备去酒楼找你呢 什么事 南极的痞子王 把老爷的当铺给砸了 卢掌柜 您可来了 田掌柜 卢掌柜啊 我正要找你呢 我听说了 这痞子王敢砸您的当铺 胆肥啊 可不是嘛 我跟你说啊 就他 你们哪 先给我下去 把门给我开 是 看好了啊 快去 快去 好 来来来来 哎呀 也不知道咋的了 整出个他姨的外侄女的女婿 是满洲国的一个厅长的外甥 你说 这不是那屎壳浪和屎粘在一起了吗 和黑龙会搅在一起啊 不但砸了我的当铺 还说什么 要霸占我的当铺啊 哎呦 有这种事儿 哎呦 他以为他这是在日本国了 有苟日的日本人给撑腰 哎 他就为所欲为了 怎么着 给他点颜色看看 哎呦 罗掌柜啊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让金龙山的人下山 剁他个胳膊 卸他个腿的 哎 看他胆儿还肥不肥 行 天掌柜 就冲您出钱救了方掌柜 我这就上金龙山 让方掌柜带人下山 替您出这口气 他话是这么说呀 他们行不 天掌柜 听说哈克镇的事了吗 听 听说了 听说了 几十个黑龙会的狗崽子 全被给倒挂在肝子上 死的是一个比一个惨哦 不瞒您说啊 这就是咱们的人干的 是 是方掌柜 带着山上的弟兄干的 您是不知道啊 现在的金龙山 是个个五二郎 人人抱着头啊 就方这 这一处您可是头对了 这家伙不愧是个跑帮的 文武双全相当了当 痞子王的事您放心 我一定给您办了 我还就不信了 这小耗子 还真进了白玉堂了 这 这方这雨 田掌柜 事不宜迟 您现在给我备马 我马上就走 罗掌柜 你真的当回事 您那不是找我吗 真当回事吗 田掌柜的事不当事 这林河镇还有事吗 哎哟 罗掌柜 说白了 出资金龙山 我是全冲着您呢 到现在我才明白 您是在方这雨之上啊 哪里哪里 真的 方这雨只是个跑帮的 您呢 老弟才是掌局的呢 不 田掌柜 您才是掌局的 事后我一定要重谢你啊 您见外了不是 来人哪 背马 快 嗯 好 给我 进 振宇啊 现在金龙山是听你的 可是我毕竟是罗掌柜 和商会派来的 我虽然不是什么掌 可这金龙山 要有个三长两短 罗掌柜和商会 还是会拿我试问的 我看这么着吧 等罗掌柜回来以后 我跟他说一声 还是你当这个掌官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啊 咱们谁当掌官都一样 关键是 拿金龙山当自己家 这件事我主张 按照山里的规矩 除掉的 他是抗连 你也杀 是抗连更要杀呀 为什么 你没看出来 他们明显是奔着 就是两股道上的车 他们杀完小日本干嘛 他们就该杀咱们了 所以咱们的枪口 必须对准他们 就因为他们是共产党 咱们呢 咱们是商会武装 我们这小日本还没打完呢 这鱼 也许你不懂政治 这政治 是要讲原则 讲立场 我们不能因为打小日本 就和他们这样 他们是无苦 我不懂什么政治 但我知道 在那狗日的小日本面前 我们都是中国人 约合呀 爹说的没错吧 要是这么说 那是我错了 不是 以后啊 碰到这种事 你少插嘴 你宇哥是跟长官说话 你让他怎么办 说好还是不说好呢 以后啊 没事就到这儿来 躲一躲 就那么两间房 我怎么躲呀 到这儿来呀 到这儿来 看爹钓鱼啊 闺女 我送你四个字 多看少说 来 咱们上去看看 罗掌柜来了 罗掌柜 大叔 哈克阵大劫啊 你也听说了 这联合阵都传遍了 说是神兵天将 越传越神哪 好好好 我去叫厨子准备菜 一块喝酒去 对啊 罗掌柜 你得补喝喜酒 什么喜酒 得说是沁宫酒 这的确是喜酒 怎么着 大叔现在是方长官的 老丈人了 是吗 是啊 那就恭喜二位了 恭喜恭喜 谢谢 请吧 好 五月 你再缝衣服啊 我帽子破了 你帮我缝一下 好 没问题 一会儿就好 谢谢啊 是 是 来啊 兰花痴 猴桀 你 反正明天黄昏 草上妃和梅姑在柳树河土楼见面 这是能够确定的 是啊 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们一次 收编草上妃的机会 大厨师说二就草上妃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可能吗 这哈克阵吃了亏 柳树河就难对付了 时间太紧 我也没有办法 把情况了解得更加详细一些 郑宇说得对 哈克阵是赢在出其不易 这柳树河 松本一定会严加防范 梅姑是关东军和黑龙会的 重点目标 再加上草上妃 我想松本一定会搬出关东军来 松本一定效仿方家屯 他一定派关东军围独六叔河 那我们 大叔有什么高招啊 兵书上有一招啊 叫声东击西 调虎离山 我们家有个亲戚在六叔河 我也去过几次 在镇的西边岔路口啊 有一座兵库 假如有人袭击了这个兵库 谁会炸兵库 谁又能炸兵库 炸兵库 没辑 没辑 草上飞 被关起来的那个人 游击队 游击队会袭击兵库 游击队啊能袭击兵库 何况只是一次阳攻 凭什么游击队会养攻的 帮咱们 张家东不是说了吧 游击队对咱们金融山也感兴趣 我们绝对不能和游击队沾边 我们不是沾边 而是利用 我们可以利用游击队啊 罗掌柜 你不是希望再创神话吗 可能吗 这就看你怎么去说了 好 如果有可能 为什么不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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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击队 让你受委屈了 你是金融山当家的 你在游击队是什么职务啊 我是队长 您贵姓 免贵姓胡 胡队长 不管我们是哪一个 我们和抗连游击队都是盟友啊 哼 这话有点意思啊 因为我们都是一起打小日本的嘛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向你表明态度 并且对我们当初的失利和粗鲁 向你表示道歉 对不起了 胡队长 哼 既是盟友 就用不着客气了 好吧 胡队长 马上安排送你下山 好 还没有敢问尊姓大名呢 好 再下山 还没有敢问尊姓大名呢 在下方振允 方道当家的 我刚才听你说 你们也是打小鬼子的 能说来听听吗 不知道胡队长 听说过哈克镇的事吗 不会是你们干的吧 没错 我们本来只是想 袭击哈克镇的军警战 没想到正好遇到 黑龙会的人暗算草上飞 要不是我们出现的话 草上飞就完了 黑龙会 他们用的是什么武器 他们用的是三八大盖 哦 其实 他们是冒充黑龙会的 关东军 如果胡队长不相信的话 没关系 明天黄昏的时候 我们会在柳树河 挫败一个黑龙会 和关东军的阴谋 什么阴谋 暗杀 暗杀 爱成泛黄的诗篇 在记忆的终点 让你的呼吸留在耳边 爱在岁月中沉淀 褪色的笑颜 把你的故事散在昨天 你的世界 有太多脆弱被打扰 静静等候 哪怕只多一秒 闭上眼 回忆缠绕视线 每一次呼吸 都依赖对你的怀念 永远会有多远 想让你听得见 抱紧的心愿 只是躺下的缺点 闭上眼 回忆缠绕视线 每一次呼吸 都依赖对你的怀念 永远会有多远 想让你听得见 抱紧的心愿 遗落在流年 永远会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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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让你听得见 抱紧的心愿 抱紧的心愿 已落在流年 Zither Harp